朋友们 给我案例崩坏三的所有朋友们 我王小薇终于不负众望 入坑崩崩崩了 激动的心 颤抖的手 听说舰长们都是好朋友 那既然大家都是好朋友了 给好朋友点个赞 投两个圆圆的硬币 应该不算过分吧 其实我这个手颤抖的主要原因 就是我听说这边的编剧发刀是不堪心情的 每次我觉得原神剧情音乐的时候 大家给我的评论都是这样的 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所以能有小伙伴给我提前透露一下的吗 从一到五 你们觉得这边的虐心程度能有多少 我好做个心理准备 那除此之外 我现在还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爱丽西亚 好好看 我能抽她吗 什么人之律者听起来很强的样子 虽然我还没来得及了解 但是她的技能也好好看 这必须是五星吧 那抽她得准备多少个六四八 第二个问题 面前的这一排角色会被虐吗 或者说我都能拥有吗 虽然我已经深知名还有美术功底的强大 但是我真的是万万没想到 崩坏3作为16年就全平台公测的游戏 角色丽绘居居然这么的好看 哎呀 我是应该感叹说16年的审美就这么在线 甚至是抽钱了 还是应该说六年过去了 居然一个能超越的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吗 还有还有啊 我这个看一个爱一个的病情是正常的吗 哎完了呀 我永远感哎呀 钱包跑不出了呀 那总之之后我会陆陆续续给大家带来一系列崩坏3的实况解说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评论区里咱们一起来友好交流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那崩坏3的背景我提前了解了一下啊 就是在未来神秘灾害崩坏侵蚀了世界 被感染的人类呢变成了死士 还有从灾害中诞生的怪物崩坏之后 他们对这个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所以一些拥有崩坏抗体的少女们就组成了一个女武神部队 与黑暗势力斗争守护世界 面前这位白发双马尾的女武神啊 就是齐亚娜卡斯兰娜 看完这个世界的设定啊 我总算知道为什么绝区里一上线就这么强了 你还有这是多少年来积胆的经验了啊 哎不错不错 同时这个动作类游戏啊 让我更加期待了 我去啊 齐亚娜这么强吗 一脚踩翻对面战斗机 那现在就轮到我操控了 崩三的战斗存在着个闪避机制 咱们都已经熟悉了 闪避前会有提示 闪避成功之后可以触发技能 还可以进入时空锻炼 OK了解了 让我来试一下 齐亚娜的闪避机能是什么 等崩坏兽攻击我 就是这个 这个从天而降的张法 没看错的话啊 这应该是个猫爪吧 这个看起来好强啊 那现在大招应该是好了 但是让我再试一试啊 怎么才能完美触发 刚刚那个猫爪 话说啊 我看齐亚娜不是拿着两把手枪吗 怎么攻击却是近战肉搏的 快看快看 他跑起来好好玩啊 这是不是叫做活影忍者的跑法 哎呦啊 他扭的 好喜欢 这确定是12家游戏吗 那现在新手教程 都是很简单的怪 咱们继续向前 来继续把这里的死室清了 我现在就给你安排新的武艺 哎我有个问题啊 现在在跟我说话的机子是谁 咱们甚至之够才能遇到 我们天命必须阻止这艘失控的战舰 哎我都忘记开大招了 别小看我 来试一下 我去好强 其他那的大招是一个大猫爪哎 你感谢 这扇敌人扇起来 那不是得风呼呼的刮呀 大耳刮的啪啪的打 我去奇亚娜的腿好长 敌人能被这样的腿踢死 哎呀呀死而无憾了吧 我发现了 好像普攻的第二段第三段 奇亚娜是会用枪进行攻击的 我说呢 不然不是浪费了吗 啊来了 这次来的好像是个boss 我去刚上来我就没躲过啊 再试试 那面前的崩坏兽叫崩坏帝王 看来确实是boss 有三条命的 哎我怎么又没闪开 让我吸气一下 我躲 我再躲 哎终于成功了 快打他 下大招也好了 来试试大猫爪 扇他嘴巴子 我去 好爽 这打得也太舒服了吧 对面雪条 那叫一个滑滑掉呀 哎哎哎 怎么打一半跑了 别怂啊你 哇这就是机子吧 红头发的玉姐 哎呀我好喜欢呀 这个能抽吗 哈哈 不用多说 我就是机子姐的狗 好吧 不是机子是机子少校 现在距离战舰自行坠毁 大约还有三十分钟 我们一定要取得这艘战舰的控制权 绝不能让它摧毁沧海市 你的队友也已经各自抵达了预定位置 待会儿他们应该就会联系你 牙医 你说的是牙医对吧 马上就可以和牙医会合了对吗 你给我冷静一点 不要满脑子都是牙医牙医的 刚才和你战斗过的帝王级疯坏兽 现在已经不知去向 保持警惕 等那种笨家伙缓过劲来 笨小姐早就把战舰开回家了 那和绝区灵一样 崩三虽然是3D有鞋 但也是有边界的 好像我刚刚还看到了一个连击数量 不知道最终能连击到多少 再来看看奇亚娜跑起来的姿势 真是百看不厌 还有她的攻击技能 试问谁不想被奇亚娜提呢 不想的 给我踢出去 好了好了不闹了 让我把这个副本过弯 早日抽鸡子 早日抽鸡子 牙医出现了 诶这就是牙医啊 之前雷点将军出的时候 就有好多小伙伴给我留言牙医 就因为她身上有个雷子对吧 诶还挺好看的你别说了 走咱们现在就去找她 我们可是最佳搭档 在一起的话不就事倍功倍了吗 你是想说事半功倍吧 哎呀管她是什么词呢 作战计划里边写着 是情况灵活变通吗 你还好等着我就是了 好饿啊 想吃牙医的感觉 哎呀一分钟也不能再忍受了 我已经两小时27分38秒 没有见到牙医了 啊没错 不要挡着我见牙医 又来个boss 才一条命 看来是个小boss啊 不慌 我有大 直接闪避 然后开打打她 现在是天呐时间 那够唱 这样应该差不多了吧 哇 虽然大家看不到 但是我现在面带老母亲的微笑啊 有没有小伙伴就科普一下 奇亚娜和牙医这对能科吗 还是说就是单纯的革命友谊啊 真是只有奇亚娜才会说出的话呢 好了 那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 今天过后我们免费获得了女武神牙医 但是我没想到啊 奇亚娜和牙医都才是b级女武神啊 啊那到s级 得有多漂亮啊 不是 得有多强啊 你们说是吧 还有啊 这些活动限定的外观都好好看啊 是不是我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呀啊 那等我回去给他俩升级 升级呢 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记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